越队还在车上演奏 但民众却拼命往后跑 只因为现场发生了枪击 美国芝加哥郊区的高地公园市 4号庆祝美国国庆日举行游行 结果爆发枪击造成大量伤亡 从现场民众拍下的影片可以听到 枪声就像鞭炮般不断响起 民众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 发现状况不对后 全被吓到拔腿就跑 这起枪击发生在上午10点15分左右 当时游行已经进入后半段 我记得听到射撞 然后再转车 然后再次 人们在喊着和跑 我认为是军队在招牌上 但是当我看到人们在跑 我找到我的儿子 枪击后现场血击斑斑 警方表示枪手是从屋顶向民众开枪 原警已经找到作案用的高火力步枪 但枪手仍然在逃 根据目击情报 枪手是一名20岁左右的白人 相信是单独犯案 东山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导